大家好,我是公共聯會的社區主任馮著心馬聲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將於今天3月15日 通過新一輪六字居銷售安排及定價 新一期六字居將推售位於鑽石山啟鑽苑 總共會有2112個單位 並連同上期賣剩的柴灣碟翠苑 以及青衣青庫苑的523個單位 預計會在今年5月推售 首先我們看看被外界視為筍盤的鑽石山啟鑽苑 啟鑽苑位於黃大仙 鄰近港鐵鑽石山站 交通十分方便 附近亦會有大型商場、商碟及食市臨立 項目的原子為大瀚村 後發展為公屋項目 共有五棟樓宇 其中三棟樓宇納入六字居 餘下兩棟仍屬於公屋 啟鑽苑旁是居屋的啟祥苑 啟鑽苑將以市價五折出售 單位平均值價是7390元 售價亦介乎118萬至385萬 單位類型有四款 其中最多類型是2至3人單位 面積介乎274至287呎 總共有800個2至3人單位 最大單位是4至5人單位 亦會有567個 面積介乎437至481呎 啟鑽苑預計會在2024年第一季 便可入伙 至於上期賣剩的523個柴灣碟翠苑和 清衣清庫院的單位將同步推售 但全數是小單位 面積介乎187至189呎 另外,房委會亦會同時推售 800個租資計劃回收的單位 定價介乎14萬至126萬 約為市價兩折出售 由於舊單位 房署會為單位做簡單翻身 而在申請期內亦只會提供 樣本單位的室內照片 是不會安排體現樓的 在選項期內 自提供所有單位的照片 以及短片 2020及2021年 錄表置居預計會在今年5月接受申請 7月或8月較諸 選項安排在9月或10月 申請會接受紙本 以及網上申請 無論你是想賣新單位的啟鑽丸 碟翠丸、清庫丸 或800個租資計劃回收回來的單位 都是填同一份表 申請費大約250元 如果已在上次居屋2020 遞交申請表 並提供同意將申請保留至下一次資助房屋出售計劃的6表申請日 申請是會自動納入今次6自居的銷售計劃 不過大家要注意 而如果申請類別與居屋2020有變或更改 例如一人申請改為家庭申請 家庭申請改為加油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等等 涉及到選樓優先次序都要在定名申請期內通知房屋 而配額比例方面 加油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配額會有800個 一人申請會有300個 而選樓次序亦會為 第一類別是已公佈受公屋重建影響的合資格家庭申請者 第二類別是已公佈受中轉房清拆計劃影響的合資格家庭申請者 第三類別是參加加油長者優先選樓計劃家庭 第四類別是其他家庭申請者 第五類別是已公佈受公屋重建影響的合資格一人申請者 第六類別是已公佈受中轉房清拆計劃影響的合資格一人申請者 而最後的類別是其他一人申請者 今集我們先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內容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接收更多最新房屋的資訊 多謝大家 等等 或許多片 第一次 smelled 這些 大家